欢迎您回到电视早餐 带您一起来关心 屏东县琉球级的渔船 这是紫幅天号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当时是在菲律宾的外海 因为被怀疑越界捕捞鱼 被当地的军舰呢 给扣押已经整整三个月了 那么其实当时船上呢 有两名台湾籍的船员 还有十名印尼的渔工 在这个月三号 当时因为菲律宾狂风暴雨 船长呢就趁着风浪大的时候 逃离当地 终于在昨天晚间回到东港了 他形容整个过程 他说真的是九死一生 被菲律宾军方扣押将近三个月 紫幅天号船长洪胜福 回想失去自由的日子 非常感慨 别说什么困难期就对了 以来是几千几千的渔船 我人就已经让你快点 要先困难了 你人人就在那时就 帮我认识我的大车去赛了 我怎么在这里啦 你太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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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菲律宾军方逮捕扣押渔船 船上两名台湾船员 跟十名伊尼渔工的证件 也统统被扣押 趁着暴风雨砍断绳索逃回台湾 由于所有人身上都没有证件 移民署也赶紧办理临时证件 让船员安心上岸 将近三个月来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终于回到台湾 船员们吃着家乡的便当 滋味一定五味杂陈 中地新闻家春华 SNG小组 评论报道